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杰生慧的任性故事记 这两天看了卡塔尔失业杯 我看失业杯看不了足球 足球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知道吗 他不像打篮球 节奏很快 这边进一个 那边进一个 这边进一个 那边进一个 您这足球半天进不去球 我就从小到大 对踢足球 看足球一直兴趣不大 小时候周围朋友都踢足球 就我好像格格不入 我就不爱踢 怎么着都不爱踢 后来会打篮球了 对这个兴趣倒是真的挺大 一下子勾起我的兴趣来了 对吧 但是对于足球一点都没有 所以我看失业杯 就是看他的一些周边的一些新闻 或者说看一些进球的集锦 这个符合我的审美 哪怕是你是漂亮防守 什么精彩铺就的集锦 这个也行 您把这个比赛浓缩到三分钟里头 这告诉我 让我看看 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看的 您这好家伙90分钟 包括我打棒球也是 您打棒球 你看MRB一下三个半小时 你就没有人看得下去 对吧 您就把每一次精彩的strike out 就是所谓三阵出局 对吧 所谓big bad就是大坝 对吧 你把这些东西做一挤紧 你给我看 我特爱看 对吧 所以你看花边新闻 看各种卡塔尔的花边新闻 卡塔尔毕竟人家有石油 对吧 虽然他在整个欧培克国家 他现在还是欧培克国家 卡塔尔好像还是 我记得科威特是退出了 对吧 卡塔尔作为欧培克国家中的一个小兄弟 其实来说 没有沙特有钱 真的没有沙特有钱 但是卡塔尔的王室还是很有钱的 包括最近不是有一新闻吗 就说卡塔尔王室出门都不用走路 对吧 有电梯 就这专用的那个坡道 直接就让他到那个地儿 都不用走路 哎呀 这中国王 真低调 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吧 人家 但是我就这么一想 人家是国王 人家是王室 对吧 人家天生生下来 在这个国家就是统治大家 就是你们所有人产生的所有价值 是为他一个人 这一个家族所用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 除非推翻人家 对吧 推翻人家 你可以 但是没被推翻之前 人家怎么奢华 怎么享受 都是应该的 多少人伺候他 都是应该的 谁让你们卡塔尔人乐意呢 对吧 但是 哎 重点来了 有一些地儿 你说这个 在搞这种所谓的 别人伺候你这招 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 比如说 我原来在防控局的时候 呃 呃 说实话 防控局啊 伺候人 不用 没有卡塔尔那边那么夸张 啊 什么领导下车 你帮人开个门 这不很正常吗 对吧 你们家家大人下车 你不得帮忙开个门吗 你想追求一姑娘的时候 她下车 你不得先帮她把裤子提 啊 不是 你不得先 你不得给她开一下门吗 对吧 就是 就是像这种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哎 是吧 在我看来还算正常 但是也会有一些让我觉得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比如说有一年 因为我们防控局有的时候那会儿 她有那种工程项目 对吧 工程项目的时候 她就难免会要请一个单位吃饭 这个单位呢 就叫监理 监理方 就是监督的啊 就是监理方吃饭 这些监理啊 有点意思啊 这些监理呢 就是比如说人家既可以制约你的施工队 也可以制约你的甲方 你这不行 你就给我 你就给我反攻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双方都得讨好人家 至少不让他在最后 最后临了了 不给你签字 这就特别麻烦 监理啊 一般干这行的大龄男性居多啊 大龄男性呢 就偏好一些什么那种啊 小姑娘啊 就是这种这这这种场 这种人对吧 一般就会比较偏好这帮人啊 所以呢 你说在酒桌上 哎 有一次我印象极深 那一幕让我终身难忘 当时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哎呀 大家已经在屋里已经关门开始吹牛逼了啊 就那个时候那监理喝多了呀 哎呀 咱们让我来歇 哎 你说 那个没吃饱吗 我说你没吃饱点呀 你跟我说什么劲啊 是不是 哎 你没吃饱 那个加菜 我不知道吃饱 你看着弄吧 什么意思呢 他本意他不是没吃饱 他不吃饱 他就喝酒 对吧 他就喝酒完事之后 让师母队请他们唱歌去 就是这个 对吧 他没吃饱什么意思 师母队还得再花点钱 对吧 我哪能就这就了了你了 你好家伙你请我们吃个饭 花了几千块钱 这就你这工程就完了 那不行 你这你再花点钱 让我点 我说那你 我也吃饱了呀 那怎么弄啊 这个还胡乱的 随便点了个什么宫宝鸡地 上上上上 对吧 人家这不行 这不行 这不行 怎么都如何如何 反正又说半天 把那菜本抢走 他要把服务员叫过去 急着开车 然后又点半天 一会儿酒喝完了 没人给我倒酒啊 我说那我给您倒酒吧 拿着酒瓶的 有规矩 有规矩 这规矩都是我在酒桌上学的 您呢 他就算 他就 你不能拿着他的杯 你不能拿着自己杯的去 就算你想跟他喝 你也不能拿着自己杯的去 我这先倒满落 我这想着是 我去给他倒酒 然后我陪他喝 对吧 不行 现在你不能倒 你也不能倒 你没资格给我倒酒 我说那谁有资格呀 是不是 我虽然不是什么 那会儿在防控局 是一个最基层的干部 说是干部 其实就是因为我是 大大学生毕业之后 到防控局工作 有所谓叫干部身份 就是最最基层的工作人员 就是这么一个 就只桌子上的 我们一个同事 一个女的 那年比我大一点 比我大一点 岁数也不是很大 那大概是14年15年的事了 岁数也不是很大 就只是他 你给我倒酒 这女孩本来 人家参加这种事 就非常不开心 她一不喝酒 二不抽烟 人家那会儿结着婚 准备备孕的 您这一帮老爷们 叫她一个姑娘 呼哈呼哈 您这烟就跟这抽着 人家心里也各样 没招啊 对吧 都得来 对吧 你得给人面 人家就是想在桌子上 多少占点姑娘便宜的事 那你怎么办 对吧 那这个姑娘就没办法 行 什么什么经理 我来给您倒酒 我给倒了一点 脸上写满了 不开心 我一看就特别难受 这还是在别的公司 这还是在别的单位 在自己单位里也有 对不对 比如说当时我去找我们所谓的经理 其实就是一个科员 其实就是一科长 正科技干部 就是这么一经理 他普道是还行 那您说什么 倒个水 端个茶 点个烟 自己给他点根烟 他跟你说什么 倒没有说像马爷出现那种什么情况 烟掉地上 笔掉地上 你上赶他给捡去 倒是没有那种情况 但是整体的感觉就让你感觉 他是高高在上的 对吧 他要来指挥你 为什么呢 后来我也总结了一下 你说你像我在防控局第一件事 就是做卫生 先也不知道哪的潜规则 说是你到这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你作为最年轻的人 你要把办公室卫生给做了 这也很正常 对吧 后来我一琢磨 也不是很正常 因为跟我说这话的人 他经常除了这句话以外 他后面还加一句 加一句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最年轻的时候 我也做 后来我都在想 是不是你那会被欺负惯了 现在你终于有机会 能使唤人了 就开始使唤别人 其实在咱们这种 在咱们这种体制之下 很多的时候 跟人家沙特 跟人家中东那帮国王的王室 还不太一样 人家是生来 就是被人伺候的 咱们这是什么呢 我可有今天了 对吧 我当年受的苦 受的累 那我现在就得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对不对 那你凭什么不给我吃这个苦 让我享受 我已经享受 已经付出那么多年的代价 对吧 人家就为了这个 所以就说实话特别没劲 你要说中国古代 皇上也行 皇上吃饭 也不自己冻筷子 对不对 那个菜 那小太监过来 得给您盛上 给您加过来 您吃 对不对 包括像宰相刘楼锅里头 和珅吃饭 扭扭头 这么就有人喂 人家是特权阶级 在中国古代那种时候 人家是特权阶级 生来就是被人伺候的 对吧 人家付出那么多 考科举 有了功名 人家就是为了让别人能伺候的 就是为了进入这个圈子的 这个咱都能理解 但是说实话 在别的时候 就拿我亲身经历 我亲身经历其实还不算特别多 因为我属于是那种有点魂不吝的 你知道吧 就是有点像 你妈怎么着怎么着 我哥们我都这样 你也别使唤我 但是其他的那些人 那确实就被使唤 有点忒不像话了 包括我们那有一些当兵退伍的 就跟我们讲 他当时在军队里头 为了让首长信任他 为了给首长好好弄 给首长伺候的特别好 都用这种词的 这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真的 就完全就感觉你是人为的制造了一帮特权 然后让这个特权 必须要无限制的放大 来表现出我的这种能力来 对吧 真的没劲 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吧 得了 行 怎么着吧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